大家好 歡迎收看7月30日星期四的收視改回 再我陳議題和大家總結港股確訓 聯儲局派架 其結日港股高開 但其後後景不計 兩萬五大關得而復失 美聯儲維持利率不變 重新會動用所有工具支持經濟復甦 恒指高開96點 最多飆升314點 突破10天線 一度重登2萬5大關 但05後走勢急轉直下 隨著A股度跌最多267點 更加一度失手50天線 收報24710點 再172點 跌了0.7% 國指高開37點 收報1097點 跌了87點 跌幅0.9% 大市成交金額增量去到1284元 創辦股份普遍向下 騰訊匯控港交所下坐0.3%至1.3% 有幫見過70.45元一個月身低 收報70.45元 下探2.4% 醫藥股份表現突出 石藥集團 收報16.06元 大升5.1% 在藍籌中零跑 眾生制約上行1.7% 石藥計劃分層附屬於內地上市 收報5.1% 上揚3.5% 康慶諾科創辦上市定價209.71元人民幣 創277.4月高 收報265元 急升7.7% 內險股份弱勢 國壽收報17.9% 下行2.6% 在藍籌中跌幅靠前 平保下探0.8% 財險 新華 人保下跌1.2%至1.9% 豐電股份二均凸起 聖人相信豐電股近期會有促成 股值重股的私有化舉措 看好農園受益 股價創5.68元的52週新高 收報5.02元飆升近1.3元 金風更加急升近1.7% 收報7.32元 大唐新能源和新天綠色能源 分別推升5.1%和3.2% 今日收視講 先到此 明天再見